在台湾乐坛上 FIRE FIRE乐团一直是一支独特的存在 自2004年出道以来 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 赢得了广大乐迷的喜爱 然而 近期乐团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动 吉他手阿庆黄汉清宣布结束与FIRE乐团 及华言唱片20年的合作关系 开启了他作为独立创作人的新旅程 阿庆的离开无疑是乐团的一大震撼弹 他不仅是乐团的核心成员之一 更是许多筷智人口歌曲的创作灵魂 阿庆表示 离开FIRE乐团并非意识冲动的决定 而是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选择 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自由去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 并将自己对音乐的热情和创意发挥到极致 加盟新冬价晴空未来音乐后 阿庆计划在今年推出创作生涯20周年纪念专辑 阿庆内Time时空对话及举办演唱会 这不仅是对他音乐生涯的一次回顾 也是对未来的一次期待 阿庆透露 新专辑将包含他对过去音乐旅程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展望 每一首歌曲都蕴含着他对音乐的深厚情感和独到见解 除了音乐创作 阿庆也表达了对演戏的兴趣 他认为 音乐和戏剧都是艺术表达的方式 透过不同的媒介传达情感和故事 虽然过去他主要专注于音乐领域 但未来他希望能够在戏剧上有所突破 给观众带来更多不一样的惊喜 阿庆的新造型也在公开亮相 展现了他全新的形象和风格 即将迈入44岁的他 依然保持着年轻的外表和旺盛的创作热情 阿庆表示 保持愉快的心情和适度的休息是他的保养秘诀 他认为 只有心情愉快 才能够更好地创作出触动人心的音乐 阿庆的离开 对于FIREFIRE乐团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然而 变化也意味着新的机会 对于阿庆来说 这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他将有更多的空间去探索和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 对于乐迷来说 虽然无法再看到完整的FIREFIRE乐团 但阿庆的独立创作将带来更多不一样的音乐体验 在音乐的道路上 阿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梦想和热情 他用音乐写日记 用歌声记录生活 用旋律传达情感 无论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阿庆都将以一颗不变的心 继续在音乐的道路上前行 而我们也期待 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听到更多阿庆带来的音乐佳作 感受他对音乐无尽的热爱和追求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